今天Hebe和Ella就透露了 可能最快是明年初 这是明年初 爱我的每个人 又花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 浴火凤凰Selina又甜美嗓音 重返服装代言 复健情况越来越好 大概是在明年初 明年初 对 对 明年初就会 那个老婆就会跟我们一起拍摄 期待啊 因为其实这一次 像我自己发专辑 发了两张个人专辑 跑了很多地方 常常都觉得自己一个人 宣传很孤单 强调三个人 确衣不可挥别活稳阴霾 Selina重返代言工作岗位 最近还发行个人单曲 这阵子心情真的很好 昨天还和好姐妹Ella和Hebe 一起唱KTV 付出之后 多了一个新身份 就是张太太 大家都很关心 有没有生死计划 要以她身体状况 然后医生也说 因为她之前吃了很多的药 也大概需要一年多的时间 去代谢身体里面那些药物 这样对宝宝会比较好 一年前还好姐妹三个人 一起代言服装 一度因为活稳事件 宣告无限期缺席 不过Selina自己很努力 积极复健 加上外界给予关心 相信很快又可以看到 SH合体演出了 这是我们林新台北采访目的